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徽斯南下 直到第二道防伺的申普洛克皮夫卡 T0408高速赴上的尖兵对决 天罗地网巴莫特加沃拉尔场 俄本土军容机场 再租集4架苏30台1架米29 瞬间暴笑 长空英雄散而血 烏王牌飞人员 关羽南 全国哀悼 先来看看前线的战况 扎波尔前线 乌军战士晒出 同飘游在学校楼顶上的乌克拉各级自拍合影 再次力正 罗巴蒂尼已经稳稳控制在乌克拉人的手内 这里距离托克马赫仅有20公里 托克马赫已在乌克射程范围之内 紧接着托克马赫的各军师级指挥所 以及装备仓库和军营 被乌克远程炮火摧毁 如果没有调防的话 这里应该是格拉西莫夫第58集夺军的王牌十九师 释放罗巴蒂尼的战略意义突然出来了 占罗尼对托克马赫居高临下的炮击 会越来越多 罗巴蒂尼是位于俄罗斯 基于口网的苏罗维金防线的 第一度和第二度防线之间的 保雷型防御置点 俄罐在这里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装备 但最终还是失去了他 罗巴蒂尼以南是哪里呢? 是一个叫做生普罗克皮肤家的小村匠 两地之间由T-0408高速公路双连 现在乌南武装部队正成胜罪技 沿着T-0408高速公路向南直插 试图突破第二套防线 ISW国际战争研究所根据收拾了的战斗影片 确认了发生战斗的地点 判斗护运向新普罗克皮肤家方向推进1.5公里 一阶在地图中深蓝色区域 就像打入第二套防线的一个舌址 截止目前 数量经营的俄军单位 已经被派往T-0408高路沿线 以对抗乌南部队的突破性进攻 这里其中包括俄第七空降司的登陆部队 俄第810海军六战旅的海军六战队员 俄第4空降旅的炮手 俄第100特战旅的偵察官 俄第1430和1431领土防卫旅 不过俄罗斯部署兵力规模虽不大 但他们已在第一套防线两个半月的战斗中遭到重创 减于严重 而且没有足够的装备 不少俄此军事博主对此感到十分不安 因为乌军很可能会在第一套防线 更短的时间内突破第二套防线 尽管第一套防线中心5公里 而第二套防线中心15至20公里 是第一套防线的足足三倍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T-0408高路上的大战 就是总司令扎罗日内口中的突破之战 在进军的道路上 乌军王牌第47旅 同前来迎战的俄军再次爆发坦克大战 俄军至少一部T-80坦克被摧毁后敗走 最终乌军人成功地把俄罗斯人逼入村内 俄军不断想突围 并尝试反撲 但军已失败告终 紧接着乌军吊来了炮兵 并发射了乘速炸弹 一阵狂军蓝炸之后 又用正确制度的JDAM飞弹 命中了罗斯人 刺在村内学校的指挥部 估计具体伤亡结果 再过两天才会出来 乌军炮兵发现 混合使用各种炮弹效果非常好 乌军探明了一个树林里藏着的入侵者 于是混合使用了常规的155毫米炮弹 近地引讯炮弹、杂粟炮弹 将俄军炸食肉饼 与此落实 乌军炮兵 终缪断了申普洛克皮肤卡附人的俄罗斯增援车队 现在俄罗斯人 已经无办法在无损失的情况下 将部队和物资 运送到申普洛克皮肤卡 乌军人的炮火 还精准打击了从罗伯鬼列向申普洛克皮肤卡方向撤退俄军 基本上在俄罗斯人逃到哪里 乌军炮火就跟着打到哪里 硬仗告一段落 乌军司令部发布俄罗伯鬼列战斗战感 乌军付出多难以致上的努力和代价 突破地律密集的第一道防线 现在他们向着申普洛克皮肤卡推进 那里是俄军报纸的第二道防线 到乌军胜利收复的一个阵势 我们一定会及时向你报道的 等着啦 在从方向奥利斯基斯两军正在击战 各山营地村的桥头堡继续扩展 乌军昨日在东南的匹德斯特帕 消灭了一个俄罗斯人派过来的破坏小组 并在追击中央获机围绕俄罗斯人的 逃亡者装甲救援车、楼弹炮D-20 和通固斯卡防空导弹系统 其中逃亡者装甲救援车以BMP-3尼大式底盘为基础 经过专门改装 在战场顺着修复和恢复作业 所以在其上边甚至配备起床机、搅车和推土产等 专用设备用来牵引损运的装甲车 在现场中的小售已及协助装甲车缩杀 而2基22通古斯卡 占一款由俄罗斯研发的炮弹陷一里大智人防空系统 只作为宜方的地面部队提供全天候的防空力量 它是主目标用来打击底空飞人的直升机或反步兵 不若将这个载具名称为SA-19三友 相信我们还会陆续看到更多这类装备的备位 与此当时俄罗斯军事博主罗曼·沃夫报告说 在庄罗斯卡·沃夫斯基地区发生了两次袭击 可能是来自海马斯的远程打击 应该说在庄罗的战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以至于沃拉军队在这个地区的行动 对整个战争的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互运在庄罗前线的成功 迫斯蒂尔向这个地区重新部署兵力 结果导致俄军在杂波尔前线的防御被衰弱 真是顾得透来顾不到尾 再来看东部战线 在新基夫卡定居顶的西斌 北部和东北部 阵地战仍在继续 俄军尚未取得突破 陆军司令西伊斯基说 由于在庄罗斯和莱曼地区的重大损身 俄罗斯正在重新部署他的部队 所以说任何军在庄罗斯方向取得重大突破的内容 都是虚假信息 乌兰武装部队 东部集团发言人郑尔盖茜利亚德维表示 俄罗斯在庄罗斯方向的兵力达到了10万人 其中庄罗斯前线有约4.5万人 来曼前线有约4.8万人 另外还集结了900部弹劾、555门火炮系统 和375门指引火炮准人支援 准备进攻包括傅备杨斯在内的哈尔伯夫 以战略司机則派遣了他手下最优秀的将军之一 西伊斯基上将来亲自独占 以确保这个地区的防御 那为什么俄罗斯要集结大部队和装备 在傅备杨斯开辟新的战场呢? 究竟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摇摇欲坠 希望将傅备杨斯克作为另一个巴哈木特 一来可以分散乌云在南部的反攻 二来拿下这个小镇 可以作为有一个宣传胜利的资本 此时俄罗斯太需要了 但他从另一个角度反过来显示 乌云在南部的进攻势头有多强劲? 巴哈木特不认 西伊斯基将军将罗曼桐笔翼连接起来 协同行动 乌云军队在坦坑、步兵战车和黄机支援下 在巴木特尔北的珊尼茨尼亚斯科耶村附近 将行强有力的联合突击行动 而南翼乌军則继续防守反击、围点打缓 吸引俄军向里面投入更多的争论部队 不过西方军事专家不太赞同 基泽鲁一力将军集中兵力纳下南部战线 据说泽鲁一力斯林已经同意了 我们知道俄军在南部杂巴尔波下大量地雷 被乌军造成大量杀伤 有效地延门了乌军的反攻进度 不过乌军也是可以暴雷的 看看巴木特前线某处的地面上 看看这密密麻麻的乌拉雷场 俄罗斯要拿多少日和装备来烫 乌拉总统发言人多多利亚克发表了 他的战局的看法 他说俄罗斯正在积极鼓吹三个关键的错误论点 一、冲突已陷入僵局、反攻已失败 二、有必要立即转入迷外交、冻结冲突 兵力指向乌拉提供武器 三、俄罗斯仍有很多资源和很多愿意战斗的人 但接着多多利亚克华风一转 他说当然所有这些论调都是死的 与现实无关 俄罗斯的兵力储备要少得多 乌拉的攻势征朝着夺取整个南线火力控制的方向发展 所有这两点都只是说明一件事 俄罗斯正经日益恐慌 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他们对失败的灾难性感到恐惧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到底 8月27日 乌拉军程局用武人机群 襲击了俄罗斯本土的富士亚机场 《 乌 cohens 》发布消息指 16格战状战士无人机 襲击了副仪压机场的 4格S-30 和1格米29 那些A-38hi-8tg防空系的鲁达 以及两格海盘移动式防空系统 也被击净 幾乎所有无人机都击击了目标 根据初步信息 只过三格被击到 進攻俄羅斯國防暴方釁 只有一格無人機來站 但當地俄羅斯人卻記低了13次爆炸 這個運氣在8月19日對俄羅斯諾夫哥德諾州的 索爾遲空軍機力成功的無人機襲擊後 對俄羅斯本土軍事機力的又一次嚴重打擊 在那次偷襲中 無人機長途奔襲 飛行了至少600公里的直線距離 到達位於莫斯科和聖皮德堡之間的諾夫哥德諾州 並損害了一次次兩格陶22M3營火軟程超速戰略軍炸機 機副防空司令克里旭諾日課中將 接受了烏拉英雄勲章 在其領導下 空軍部隊出現了一千多個敵方空中目標 巡航導彈 彈道導彈和無人駕駛飛機 8月25日烏拉北部城市逸托米爾 這都進行軍軍訓練 途中 兩格L-39教練機不幸雙撞 組織三名飛官死亡 其中包括烏拉著名的王牌飛行員 皮爾·希契歐夫 代歐果汁的戰機飛行員皮爾·希契歐夫 曾在俄烏戰爭初期 俄軍晚練攻擊首都基伏士 駕駛戰機在空中與俄軍截鬥 然後平安降落 因此聲明大吵 在烏拉是家餘胡曉的戰鬥英雄 為了保衛國家 他也積極奔走各國 說服西方國家向烏拉提高F-16戰機 現在歐美國家已經鬆口 卻還未等到F-16戰機的送禮 就突然辭世 年僅29歲 這正是腸空英雄撒熱血 壯士一碗足彈性 出師未接新鮮死 長氏英雄雷滿襟 面對烏拉控制的一大損失 總統鄭蘭斯基深表痛心 他說 我向他們的家人和親人 及所有認識的年輕人的人表達哀悼 對已發生的事立即進行調查 現在要討論細節更太早 我們會釐清所有情況 烏拉也永遠不會忘記 任何為烏拉捍衛自由天空的人 基伏市議會日策宣布 基伏市議會議員謝爾希 伊爾黎茲基在頓巴斯戰鬥中失望 為了自由 烏拉已經犧牲了無數最優秀的公民 還有很多烏拉人在戰爭中失去了親日 烏拉人的自由來得不易 很多人喜歡紮美某日是銀行 說俄羅斯人為戰鬥民眾 其實大貿不言 世上哪有此強靈弱的英雄 強而不欺 威而不霸 才是一個偉大國家和民族的欺盜和底蘊 而對那些喜歡揮舞大盤 脅迫弱者之人的頹氣 真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堅守的道義和良知 我是凌遠先生 感謝關注新冷城市 我們下一期再見 我們下個好ulin的